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同向 昨日在其家乡湖南刘洋揭幕 除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中共中央没有一名大员参加揭幕 参与揭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包括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胡彭华 分析认为习近平对外界释放了三个信号 胡耀邦在1982年9月12日 至1987年1月15日期间 担任中共总书记 任期不足五年 他是中共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 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 1987年胡耀邦被指责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辞职 1989年4月15日 因大面积先机港色 胡耀邦在北京去世 中共官方复告称其是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并未提及其中共总书记职务 湖南日报报道说 胡耀邦塑向已齐 终今年17照片为原型 总高6米 坚宽7.4米 中共央视并未直接报道 而是找办了湖南新闻联播 报道称 该塑向京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兴建 而此时揭幕 料与胡耀邦11月20日生辰有关 官方同时释放了一个信号 胡耀邦当成当天 官方将不会有大的纪念活动 官方释放的信号之二 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 在第一时间的解读中称 除了湖南流洋外 江西贡青城 浙江大臣岛也建有胡耀邦的塑像 雕像 解读引导说 这些塑像都与其生前倡导的 啃荒精神密切相关 也可以说 胡耀邦只有这一点 是当局当前需要的 外界认为 胡耀邦的啃荒精神 与习近平前不久的要自力更生的说法 遥相呼应 也是官方洗脑中的成前起后 释放信号之三 官方较为低调的揭幕胡耀邦塑像 与胡耀邦生前多个做法有关 其一是胡耀邦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 做出党章修改 不再设党主席 副主席职务 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最高领导集体的负责人 这与习近平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 胡耀邦在任时 学潮蔓延 中共元老 将学潮的爆发归就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 以及胡耀邦的纵容 而当时唯有习近平的父亲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 支持胡耀邦 他还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 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 是违反党的原则的 也因此齐仲勋还曾怒斥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 胡耀邦还被指间接引发了六四事件 在邓小平主导下胡耀邦最终被罢处 他也一度成为党内禁忌